倒数 3 2 1 请点灯 在大家共同倒数下 位于中正公园的竹谱坛大放光明 加上炫烂烟火 瞬间点亮整个基隆夜空 这是基隆中原季的竹谱坛开灯放彩仪式 包括进坛等祭典 代表中原季活动逐渐进入高潮 为了落实防疫 主办单位管控进场人员 并采取直播方式 让无法到场的民众 也能在线上同步观看 参与这百年传统文化活动 今年的开灯放彩 因为在疫情当中 所以我们也特别准备了 线上直播的一种观赏的一个方式 让更多的一个民众能够看到 这个今年竹谱坛的一个科医的仪式 那当然这个放彩 这个点灯放彩 其实也代表了这个中原的这个谱度 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那再过几天就要这个放水灯 所以今天的这个议事其实非常的重要 那因为旁边整个 这个我们竹谱坛的结构补墙已经完成 那地标的树梯也正在兴建当中 那在今年会完工 所以明年整个竹谱坛周边地区会是一个 全新的一个样貌 那也期待迎接 明年的一个竹谱坛的一个完工 还有地标树梯的一个完工 也提供大家一个更好的一个 这个竹谱中营季的一个场所 由于8月19号全国谨慎一例确诊 竹谱的李姓中庆会主委李腾龙 金融市长李又昌 金融市议会议长蔡旺莲 及立法员蔡思英等人都期盼 在老大公的庇佑下 能早日让疫情结束 很骄傲的说 今天全台湾夜晚最漂亮的城市 就是我们的基隆市 所有想要晚上出来走一走的好朋友 都应该来基隆看一下 台湾最漂亮最漂亮 晚上最美的一个城市 那现在的疫情也逐渐的趋缓 刚才市长有讲到今天加一而已 那我们希望在未来这段时间里面 随着疫情的减缓 我们未来从二级降为一级 未来大家的晚上的消费 或者白天的消费 会更加的顺畅 更多人会出来 来做消费这件事情 或者有更多的活动可以来参与 在竹谱谈开灯放彩后 紧接着8月21号晚上 将在金融市区进行放水灯花车游行 深夜11点在望海向海边施放水灯头 都将同步线上直播 民众可以透过 基隆中原季FB等网络平台收看 安心参与这一场百年盛会 记者张奇腾金融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